8月3日,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改革委员会的三名议员 致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芝加哥大学、德拉瓦大学、 纽约大学和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 引述美国一项法律,要求他们最迟于一周后 提交自2015年1月以来收到的外国的礼物 或与外国签订的合同、协议等记录 这些国家包括中国、卡塔尔、沙塔拉伯、伊朗和俄罗斯 根据信中的数据,自2015年以来 这六所大学共接受了这五个国家 2亿7743万、8429美元捐赠 其中90%都是匿名的 根据美国1965年颁布的高等教育法第117条 学院和大学必须向教育部披露 任何超过25万美元的来自外国的合同和礼物 以中国为例,必须告知捐赠是来自中共政府、 中国共产党及其附属组织 还是来自中国私人或任何在中国的企业 中共在美国教育界搞的这些渗透 实际上是个公开的秘密 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 一个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所谓的孔子学院 因为这些大学出来的这些研究报告 它在美国的政商两届有巨大的影响 所以中共长期以来对这些高等学府进行深度的渗透 5月份,美国教育部向众议院监督和改革委员会的简报中提出 大学的报告缺乏法律所要求的透明度 教育部的执法工作已经发现 自去年7月以来,未披露的外国资金就超过65亿美元 议员们在信中说,最令人担忧的是 这些接收捐赠的大学根据所收捐赠改变其决策 这些大学相关的一些智库和学者 他们去了中国以后,在中共的红地毯上走一走 接受中共的一些好处之后 他写出来的很多国策报告、建议 还有所谓的分析,通通都是为中共说话 这个疫情在美国造成了重大的生命财产的损失 居然还会有美国的教育界的人士和机构 出来为中共说话 这个是不可想象的事情 由于疫情的影响 联邦正大幅度的对华政策的转向 它是这次调查的一个大的背景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上个月演讲时指出 最近几十年来 美国对华政策是1930年以来的最大失败 根源在于忽略了中共意识形态对全世界的渗透 这次疫情是美国真正认识到了 来自于中共的威胁有多大 这就促使美国不得不回去重新思考 就是过去他们所做的一系列的对华政策的那些决定 他们都是基于来自于这些高等院校 智库、学府、著名的中国问题专家等等 这些人的这些研究、这些分析 那这些研究、这些分析对不对 就了解到这个北京政府 我们想要透过这个学校啊 影响到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 像我个人就是比如说也常接到一些 从中国来的一些要求率 我们都没有同意 蓝述认为美国对这些大学的外国捐赠摸清楚非常有意义 只有把中共这么多年的渗透和利益关系清理出来 把西方社会里那些被中共收买后 为中共说话的专家清理出去 才能避免对华政策重蹈覆辙 才能最后围剿中共 这些官方叫做超越虚拥任它